在今天晚上开始的杭州短持游泳世锦赛中 女子400米决赛中王俭佳和李宾杰出战 两人年岁只相差几个月 李宾杰是在去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中成名的 当时他才15岁 王俭佳和是在8月份的亚运会中让人感到惊艳的 他几乎拿下了参加所有比赛的金牌 并且在之后成为了世界中场距离的统治者 今天晚上他参加的400米自由泳的世界纪录 也是由他保持的 今天的比赛前半段王俭佳和一直落后着蒂特姆斯 之后他没有反超上来 蒂特姆斯以3分53秒92拿到金牌 打破了王俭佳和保持的世界纪录 王俭佳和3分54秒56亚军 李宾杰3分57秒99拿下铜牌 赛后的采访中 王俭佳和直言 自己对于这个成绩不是很满意 自己本来是想要游出个人最好成绩的 还是很可惜 李宾杰则表示 这是自己的最好成绩 还是很满意的 两人之后看起来 没有受到丢金的影响 尤其是王俭佳和 还是和自己的还有李宾杰 一起有说有笑的离开了 昨天王俭佳和 就拿下了女子 800米自由泳的冠军 领先优势 也是很大的 今天他又拿下了 400米自由泳的银牌 确实可喜可贺 对于王俭佳和来说 现在他正处于一个 相当好的阶段 亚运会之后的 世界杯分战赛中 他也保持着很高的水平 一直到现在的短持世锦赛 他彻底迎来爆发 现在说这个16岁的小将 是目前世界第一人并不为过 而他如果顺利 再加上刻苦训练的话 他绝对有希望 重新拿回属于 自己的世界记录